现在呢很多人打手机的时候呢 利用传简讯的方式来沟通或是联络事情 这个对于年轻的母子族而言 这个简单 但是对于像我爸爸妈妈这一代 我戴个老花眼镜在那边看那个键盘 啵啵啵给你输入到什么时候啊 现在呢就要抢功年纪大的长辈市场 手机的科技再进步哦 简讯可以用讲的省了很多事 床前明月光 开始传给我看 快快快 那你谁会先传到我的手间 床前明月光一世地上霜 戴着水晶指甲还是可以打简讯 蔡依林可是严重的简讯使用者 不过可不是每个人都有个金手指 打简讯可以又快又准确 现在科技再进一步 简讯用说的就可以 讲什么荧幕上就显示什么字句 对不太会用简讯的老人家爸爸妈妈而言 的确是审视许多 但是现在只能中文输入 一次输入的字串也只有十个字 准确度还没有百分之百准确 声控成为一种新趋势 像是手机结合音乐 要听什么歌曲用说的就可以 自动播歌一次完成 打给Anson播放专辑我很忙 手机科技日新月异 打简讯已经过时了 用讲的更快更方便 抢功的就是中高年纪的族群 只不过情人之间要传些悄悄话 恐怕还是用打的 比较不会让别人和自己尴尬 征选路要动路配与台北采访报道 打进报道